因为我们服务很多不同语境的客户 所以我们就试图把我们的网站 跟所有的application 翻译成其他种语言 Todd是使用者界面设计师 在美国定居短暂回台两个月 觉得台湾物价还是相对亲民 如果在美国你住在曼哈顿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 住一个非常便宜的studio 大概三千块美金跑不掉 所以在美国的收入我觉得 因为房租的关系 所以收入必须要变得更高一点 我觉得很勉强 对很基本但也很勉强 尤其在纽约 要看你住的城市是哪里 那如果比较郊区一点 15万台币我觉得还可以生活 在美国大城市生活 每个月开销15万台币是基本日常 若是住在台湾 15万台币绰绰有余 15万台币我觉得生活起来 应该蛮轻松的了吧 对就是像租个房子 我觉得三万块已经到算满顶标了 就是以一个人来说 所以15万扣3万 台湾吃东西其实算便宜 如果你平常不是每餐都要出去外面 社交的话我觉得很够了 在美国随便一餐五六百台币 在台湾三餐加起来五六百差不多 美国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 百分之三略低于分析家预估的百分之三点一 和五月的百分之三点三 其中油价下跌抵消上涨的居住成本 蓬蓬有望降温 美国这两年大家也都知道 他们的房贷利率高涨 还有他们的房租高涨 我记得我们看过一个资料 美国人大概每个月是花15万台币 他们的家庭支出是15万台币 中间有四成是跟住有关 也就是说15万的四成大概有6万 要么就是房租 要么就是房贷 然后再来吃也涨价 吃可能涨了百分之十 吃可能在美国的生活里面两成 所以这个时候在美国人 他们的消费里面就产生一个情况 必要支出继续维持 但缩减非必要支出 台湾的物价大概已经连续两年 大概都在百分之二以上 在欧美他们的标准里面认定说 只要你的物价超过百分之二 大概就等于人的体温超过38度 等于是一个经济在发烧 当你的经济在发烧 物价涨这么高的时候 假设你的薪资没有办法 成长率高过这个物价上涨率的话 你的收入就会被吃掉 所以这几年我们台湾的利率 算是实负利率 和过去相比台湾的物价还是居高 有不少上班族过着 入不敷出的生活 有网友说自己月收15万 还是月光 他列出了日常的开销 包括房贷4万5 管理费3千5 家具3万 装潢1万5 水电瓦斯1千5 养狗6千 学钢琴 学语言8千 健身教练三千 每个月给女友的联用钱 是2万块 生活费1万5 尽管月收15万 还是没办法存钱 我们问问一般上班族 每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 1万会拿去投资 固定换成美元这样 然后1万块可能就是获释 对 然后可能在1万 就是包含咖啡保险 3万4万每个月就够活了 如果不是一人保全家保 这个数字还要再更高 可能说未来想买房 想买车 甚至可能小孩的 在更远的未来的话 那可能就小孩的 一些学习的费用 上学费用 那可能平均一个月10万 我可能是最提本 那从台湾的 平均薪资来看的话 不管说多少够不够 大家会 我反正不要花 超过我的收入就好了 如果收入结构很单一 只有来这15万的话 那么不储蓄是不行的 黄世豪同时也是 这辈子赚多少 采购一输的作者 他建议如果证明 月入15万的网友 不工作就没收入的话 最好开始养成存钱习惯 第一步就是先设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10% 所以每个月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薪水以下来 自动转账15% 到一个资产账户里面 那再来就是要看 他的这个10%这个钱从哪里来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 会是从他的那些贷款来 因为他的房贷 还有他装潢 还有家具这些贷款 其实加一加 应该有到八九万块了 OK 这一块是可以去跟银行 或是跟贷款方去协调 空出一个1万5的空间 15万够不够花 其实就看花在哪 是不是花在刀口上 自己心中要有一把尺 TVBS新闻 许宽山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文坦 请不吝点赞 订阅